冬天想買輪胎 一定去Go for Tide 不用到處走 肯定甚麼都有 Go for Tide大特價 雪胎便宜到兆 地址位於170號 Axler Park Drive Unit 16 電話號碼是905604-5858 合理價錢 包理安全 繼續回來最後一次 《股金鐘愛》 接下來我們跟大家談談 現在市場上的焦點 就是美國的中期選舉 今天要分析一個新聞 就是由來自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即NBC和華爾街日報 一起合作的最後一項民調出來說 可能會投票的選民之中 有49%都是支持在野的共和黨 去控制國會 贊成民主黨只剩下43% 換句話來說 這樣反過來 可能最後的結果 在國會之中 民主黨可能會輸 大概45至65個席位 而在參議院之中 就可能會流失7至9個席位 我們在之前的節目中 已經和Nelson談過這個問題 如果結果出來真的是這樣的話 很有可能一些已經通過了的改革法案 例如依蓋感 可能最後他們會通過 就是不撥款給你 另外就是在參議院方面 或者以後都不再通過 或者不可以說以後那麼絕對 或者說奧巴馬的政策 很難再會得到通過 結果來講 其實投資人士最擔心的就是 對於股票市場的前景會是怎樣的 我首先講講大選本身 我們的經驗就是大約 如果美國拿到49票的選票 這個可以翻譯到大約45至65票 如果他能夠拿到40票 他會贏到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我們所講的下議院 下議院的最主要工作 就是撥預算給美國政府的開支 所以他有錢的 變了他影響到 這個影響到 不是只說應付美國政府日常的開支 甚至美國政府想做任何事情 譬如說跟歐洲有什麼貿易 他不撥錢很多事情都不通過 這個是相當之嚴重的 今次如果共和黨贏這麼多 票數不是說那些選民喜歡共和黨 不過那些選民對這次奧巴馬上台 整兩年對美國的經濟幫助不是那麼大 美國的失業率仍然站在9.6、9.7% 是相當之失望的 所以我講明 他不是贊同共和黨 而是對政府的不滿 一個抗議的票數而已 如果是這樣做 這個共和黨這個民主黨就多慘了 因為為什麼呢 用今天不是只說今次的選票 你說奧巴馬本身 奧巴馬本身的 Approval rating 就是人們認同他的票數 只有45% 反對奧巴馬的票數 現在升到50% 然後那些 unsure 就是不知道的只有5% 如果你的 disapproval rating 我總統高到50% 變成了很多競選中的 我們稱為 Incumbent的Democrat 就是在任的Democrat 那些根本就不想你來幫他出來 來競選來拉票的 所以就變成 如果連總統你都不想他來幫你拉票呢 就變成了民主黨是影響相當之大了 當然他真正贏了多少票 我們不知道 要明天才知道 但是表面上來說 我們有一樣不喜歡的 怎樣呢 一個市場不動 我就覺得就算共和黨贏了大多數的票數 但是我還是覺得 美國的經濟的改革 很多東西是做不到的 可能未來從兩年時間浪費了 阿尬 剛才我們說到 如果萬一共和黨真的贏了多數的席位的話 可能很多政策就現在會果足不前 因為通過不了 或者雙方的角力 但是這樣對投資人士反而有疑問在內的話 更加影響股市和經濟的向前發展 沒錯 如果你看現在美國的經濟 美國每年運動的赤字 大概一萬三千至一萬四千億 如果今次就算共和黨贏了下議院的Congress 上議院比較幸運 拉到有9票 或者多過9票 在這樣呈現下 就算他拿了Senate 那個上議院 但是你想做任何事情 你沒有總統簽署 你不能通過 對不對 你沒有總統批准 你完全做不到的時候 美國沒有東西做得到 我剛才說 美國每年有1.3億 有1萬3千億 如果你沒有東西做得到 又拖多兩年 等到下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美國欠的債就增加多3萬億 這是可大可小的事 所以我們就變成原本 有人想說共和黨應該是好的 應該阻止到醫保那些東西 為什麼股市不想呢 就是每個人都看得到 如果被他贏了 結束什麼都做不到 那時候再等多兩年 美國就大件事了 無論結果是怎樣 明天晚上就有結果 因為東岸西岸時差的問題 要起碼到凌晨才會知道最後結果 但應該明天晚上做節目 股金鐘的時候 大概會知道哪一方面領先的票數 到時我和Nelson 再會為大家分析一下 這個時間回到股市方面 先說今天早上的一些事情 今早上因為剛才我們分析過 經濟數據從而得到大起了美市 特別是剛才提到的ISM 早上升勢都不錯 導致最多曾經升超過120點 誰知道到後期 在中午的時段 就有消息出來說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現在正在調查摩根大通在07年 當時他們出售一些交易所 我們的所謂抵押債券債務的時候 CDO 有沒有向投資者所作出合適和足夠的披露 因為現在正在對JP Morgan做一個調查 這個消息一出街之後 開始拖累一系列的銀行股表現 例如有納指的銀行指數 BKX的代號 另外就是SPDR的銀行ETF 代號KBE 全部今天都看到下跌 特別還有另一隻股票 就是美銀明明是升的 都被這個消息跨倒了 是的 今天的市場曾經起成百多點 因為這個消息兩點鐘 將整個銀行股 帶動整個股票掉下來 但大家可不可以看清楚 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這麼嚴重呢 因為它整個銀行股票的CDO都是1.1 billion 就是11億左右 對JP Morgan來說是濕濕碎的 是對不對 所以這個市場看到分析了消息之後 慢慢就彈上了 但記住 證監處沒有說一定告JP Morgan 那你不是說什麼 這就是回到2007年的事 現在證監處已經同樣事件 跟高勝妥協了 就是已經告訴大家 這些行為是 unacceptable的 對於證監處 你又不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我想他們就不會逐單逐單 抄回來做抄的 可能就這樣採底下 就這樣宣佈出JP Morgan 我絕對不相信有會官非這件事 還有提及各位觀眾 通用汽車會在明天提交 他們首次公開無股IPO交易的 具體條款 預計大概會出售3億6500萬隻 普通股股價格 大概介乎在26至29美元之間 另外明天還會有美國各大車廠 公佈他們的銷售紀錄 大家都值得留意一下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再一次多謝你的收看 也多謝Nelson 因為你身體抱養 仍然回來為我們分析故事 明天晚上希文 阿信好一點 再來跟大家見面 明天晚上7點鐘再跟大家會面 再會 再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